中央研究院 八月份知事饗宴演讲会开始 我们请彭旭明副院长为我们主持 各位嘉宾 谢谢大家来参加中研院主办的每个月的知事饗宴 今天很荣幸请到无数系研究员来报告植物与环境的互动 从看见日出说起 这体力就很吸引人了 上一月我们请了吴俊杰主任来讲台风 来了以后就台风夜 今天还是台风夜 希望到时候不会风大雨大的 让大家很困扰 我在开始之前还是让我简单介绍 今天的主讲人的经历 吴博士生长在 虽然肯定有啦 但是我还是要介绍一下 生长在嘉南平原 所以1985年毕业于嘉宾里中 然后89年 1989年跟92年分别在台大的植物系 那时候叫植物系 得到硕士 学士跟硕士 但是现在已经改名叫做生命科学系 那有两个组 那一样的他在加州 那个UC Davis 大约是分校 1997年拿到了博士学位 然后在加州大学 以及Standford大学 做了博士后 然后2001年回来 这个中央研究院开始 他的学术生涯 那一样的那时候叫植物所 现在也改名叫植物剧 维生物学研究所 那现在是研究员 那乌波士从事食物的 基本的基础的科学研究 研究课题主要就是 针对这个题目 针对这个植物如何感受 环境中的这个光讯息 细胞中的讯息怎么传递 等等相关的课题 还有对植物基因表现的调控机制 有很多的研究 成果都发表在其国际有名的期刊 也获得多项的国内 拜的学术界的肯定 那他也非常热心参与基础的科学研究 除了借由大众传播媒体 传递对科普的知识 也积极朋友高中生跟大学生 这在我们这个中原院的特色 也是他也积极去参与推动 还有包括我们的国际研究生的学程等等 所以是一个非常接触的研究人员 我们现在大家鼓掌 欢迎这个吴树兴 来给我们做精彩的报告 谢谢副院长的介绍 然后欢迎各位大家晚安 非常欢迎今天在风雨交加的夜晚 能够来到这里 让我有机会能够在 未来的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眼中的植物跟环境的互动 那植物跟环境的互动 所包含的层面非常的广泛 所以说我今天 就我比较了解的部分 来跟大家做说明 那就是植物跟外在环境里的光 的一个互动的情形 好 那接下来呢 因为这个题目定的是 从看见日出所起 所以说呢 我想要先用一个 说时摄影的影片 跟大家稍微介绍 这边的观众我会不会挡到 就挥手请我走开 可以哈 好 那这个说时摄影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要把一个观察的一个范围 然后在不同的时间 根据这个发生的时间的长短 在不同的时间摄影之后 然后以快速的方式来播放 那这张影片呢 给各位看的就是 看见日出之后 一个牵牛花 就是在朝阳之后绽放 然后呢 在一天当中的时间呢 大概过了中午之后呢 这朵花就会凋谢 那我们可以再看一遍 就是这个开了花 然后它的颜色本来是比较深的紫色 然后呢 随着这个花布的构造慢慢的展开之后呢 它会颜色会慢慢的褪色 然后呢 这个花的生命呢 只有一天 那隔天如果说 各位有机会在外面散步 看一下路边的牵牛花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 在每天都会开珠布一样的花朵 那这个是植物接受到光的讯息 知道说现在是白天的来临 那在一天当中散发出漂亮的花朵 那另外除了跟环境互动之外 感受到外在光环境之外 其实植物也跟很多不同的光里面的讯息 来进行一些交换 比如说在这个 翻红花的植物里面 它常常在 那自然里面呢 在下完雪 就是在一些比较冷的地方 它会 它的这个叶片 你们现在看到紫色的部分 就是花瓣的部分 那这花瓣的部分呢 它有比较内侧一点的细胞 也有比较外侧一点的细胞 那内侧一点的细胞呢 感受光的温度增高的时候 它的生长的速度会比较快 那外侧会生长的稍微慢一点 所以呢 你就可以看到 再 我们再看一遍 就可以看到呢 它在这个 内侧的部分呢 由于接受到光线呢 接受到温度的变化 它生长的比较快 所以它就 花朵就 美丽的打开 只是在 接受到白天 温度升高的时候 它感受到一些温度的变化 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所以说呢 我想利用这两张 说实摄影的影片呢 让大家感受到植物之美 那也因为呢 讲到植物呢 我想也 刚才 对刚才那两张影片呢 是我从这个 Plants in motion 就是运动中的植物的一些影片 我想可能 在座可能有一些老师或是学生 也许感兴趣 那也可以到这个网站去参与 他也是一个 充满着热学的这个老师 在印第安纳大学里面 他 他收集了很多这个 在运动中的植物 一些动画 一些影片 那观察各式各样不同的植物的美丽的面貌 可以供大家做参考 那大家也可以到这个网站去做搜寻 那在介绍 今天要讲的植物跟观环境的互动之前呢 我想要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钟爱的研究材料 以及为什么 在这个所有这么多生命科学的研究课题里面 为什么要研究植物学 那植物学就是像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每天在路上 或者是在我们的周遭环境里面可以欣赏 有非常多的多样性 非常的美丽 那这个当然是演化的部分 在其中还包含我们常吃的果实啦 蔬菜啦等等 这些或是种子啦 或是古物 这些都是植物 那植物呢 它也具有非常多的 这个生物的多样性 比如说呢 一开始从绿藻 绿藻慢慢在水里面慢慢演化呢 到了爬到陆栗上来之后呢 有一些苔藓类的植物 有些陆生的植物 然后再慢慢演化 进展到微管树植物 那进得到种子植物呢 有开花植物跟螺子 被子植物跟螺子植物等等 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 在这个生物植物界的 一个演进的过程里面 它是上包罗了非常多 它需要去适应的环境 从水里面爬到陆地 那从比较矮小的地表的植物 到开始长出微管树 然后一直到开始产生种子 实力用种子 有比较干燥 可以储存的方式来散播 那在这些过程里面呢 植物持续地演化 但是演化的过程里面 一直在收集一些能力 让这个植物能够适应各式各样 不一样的环境 那随着在演化的过程里面 那自然界也不停地在变迁 气候也一直在变化 那植物也必须要很聪明地 要去适应这个大自然界的这个变化 因为植物生根发芽了之后 它就必须要留在这个地方 完成它的一生 所以说植物必须要有 很多各式各样不一样的策略 来侦测外在环境一些细微的变化 那这些变化我的植物要怎么办 我要做些什么 然后能够调整自己到最适合这个环境的这个变化 这个是一个植物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那另外呢 人类的生存当然也仰赖植物的产生 比如说很简单的植物在光合作用 固定的二氧化碳 制造糖类之鱼呢 它也释放出氧气 那这个氧气就供我们人类呼吸之用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要仰赖植物的存在 才能够生存 那另外呢植物呢也是一级的生产者 看到一个错别字 在座老师真的很抱歉 植物是一级的生产者 我昨天应该让我的女儿帮我改我的size才对 所以植物是一级生产者 它扮演了这个 把光的这个能量转化成这个化学能储存在糖类里面 然后呢 可以间接转化成其他人类所需要的一些能量的来源 营养的物质等等 所以说植物也是扮演一级生产者的角色 那另外呢 那植物还蕴含了非常多非常丰富的天然的代谢物 那有些等一下会讲到可能就是一些 可能以后新药的来源 那或者是一些抗氧化剂 我们现在常常在吃的一些营养的补充品等等 所以说这些常常都是来自于植物所生产的 一些刺激的代谢物或是天然的化合物 那即使在台湾就是民生富裕 然后呢 我们常常有时候没有办法感受到 我们的生活所需事实上是非常的充足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 也许一些精英改造的作物 我们担心它危害我们的健康等等 但是事实上这个顺便跟大家分享一点 我个人的观点 就是这个精英改造作物的存在 有时候并不是 也许不适合这个我们这个富汉 就是富足的生活里面 它可能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选项 但是对世界上很多其他的地方 一些食物的来源 它也许并不是一个选项 在那边还有事实上非常多 营养不良的儿童 它需要一些高营养价值的作物 那比如说这些高营养价值的作物 比如说能够含比较高的叶酸 或是维他命A 或者是一些微量的必要 金属元素 比如说鲜或者是铁等等 那有这些营养改造过的作物 能够在这些食用的过程里面 就帮助这些比较偏远地区 或是有需要地区的小孩或者是成人 能够获得足够的营养 那能够改善一些 他们所面临的一些生活上 最基本的问题 那这也许不是我们 每天需要思考或是面对的问题 但是还是世界上很多地方 很多人每天需要面临 需要解决 需要抗争的一个状况 那即使对我们来讲 目前也许不需要 但是环境的变迁 一切的变化 事实上都在加快脚步 所以对很多植物学家来讲 改进让粮食作物能够产量更好 能够抵抗环境的逆境 或是能够生产更多 高营养价值的一些古物 或是一些蔬果蔬菜的产品 还是一个必须要持续 投注心力的一个工作 因为这有可能 今天不是我们的问题 那未来也有可能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说这在我的想法里面 这是一个需要持续努力的工作 所以说在植物的研究上面 也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投注在类似在 农作物的改良上面 或者是想办法让我们有更好的 饮食的来源的一个努力上 那接下来呢 这是刚才的这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些 含高维他命A的 比如说黄金米 你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平常吃的白米 那这个是富含维他命A 所以它看起来有点金黄色 所以叫做黄金米 那另外呢 也有些水稻的品种呢 它有被改造过 所以它的含铁量会比较高 比如它比较容易吸收环境里面 微量的中金属 微量的需要的 必须要的金属铁 所以让这个 骨粒里面的铁的含量会比较高 所以说让很多缺铁症状 会产生一些身体上的疾病 也能够因为 使用这样子的米 而得到一些舒缓 那另外呢 抗氧化剂也是一个 大家现在很 很关心的问题 就是说身体里面 自由基比较多 可能会攻击细胞里面的一些 大分子 会造成细胞的一些破坏 或者是说一些死亡 那这时候呢 就可能会补充一些 比如说像Q10啊 或者是说像花青树啊 等等 这些能够 含有抗氧化剂的一些 补充品 那其实 蔬果类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 抗氧化剂补充品的 一个天然的来源 那在这里 你看到这个长得像茄子 它不是茄子 它是番茄 它只是有表现比较高量的 一些色素 那这些色素是一个抗氧化剂 那因为色素的产生量很高 所以说让这个番茄 长得有点像小型的圆的茄子 所以说这是一个 含高抗氧化剂的一个番茄 那这些都只是一些例子 再告诉我们 就是说一些 植物学家 或者是从事农业生产的 一些研究者 他所希望能够做的一些贡献 在这方面呢 在植物学的研究上面 能够提供贡献自己的力量 那我想当然很明显的 就是植物不仅仅是食物的来源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些 可以提供到一些高营养价值的作物 农作物产品等等 那另外呢 它也含有很多代开发的新药的成分 比如说是一些抗癌的药物 或是一些化炎药 或是从中草药里面 有很多的分离很多的成分 那事实上都是一些 开发新药的一个契机的来源 那另外呢 植物里面富含纤维素 那当然是长久以来已经是用作纸浆 跟这些纸品的一些来源 那另外呢 现在也所谓的再生能源 或是生殖能源 那从植物界里面 这可以提供一些 是一个renewable 这是一个可以 永续的一个再生能源的一个来源 这些是一些植物的 一些简单的 基本上 研究植物学 不只是包含植物怎么长 怎么栽种 那怎么什么时候开花 什么等等的 就是我们等一下也会谈到一点 那事实上它还有 蕴含更多的可能性 那也希望在座 可能有一些高中生大学生 或是有些家长 那事实上也可以考虑一下 在生物科学里面 也许可以考虑多对植物学 能够有多一些的了解 那植物还有一个非常特殊 也是动物没有办法达到 就是一个 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点 那就是说 它有一个全能性 所谓的全能性就是说 通常我们很难把 一根手砍下来之后 然后再长出一个新的无数性 有点困难 但是呢 对植物来讲呢 常常它身体里面 大部分的活的细胞 都可以单独取下来 经过培养之后 成为一个细胞团 那这个细胞团呢 经过特殊的荷尔蒙的 比例的一个培养之后 它是有能力可以发展 成一个独立的植株 所以说就表示说 细胞里面 植物体里面大部分的细胞 即使它已经完全分化成 金的细胞 叶的细胞 花的细胞 根的细胞 它都还有那个能力 还有那个记忆 可以被环境的影响 或是你外在这个营养 培养基的一个诱导 能够让这个细胞 重新找回它当初 当作一个分身细胞 或是所谓的 动物里面常讲的 干细胞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能够让自己再重新 变成一个新的植株 那这个是我想 这是在植物研究上 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 植物的一个特性 就是所谓的植物的全能性 那接下来呢 因为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 这个部分呢 常常会用到阿拉伯戒 来当作一个例子 所以我也想用这张图 跟大家介绍这个 路边看起来不起眼的想法 可是在我们的心中 它是伟大的 这个研究的材料的一个来源 它的名字叫做阿拉伯戒 那叫阿拉伯戒 也许是跟它的学名有关系 是Rabidopsis eferiana 那它是一个模式的 双子叶的植物 那就是它长的样子 就是一般我们在路边的时候 常可以看到 可能没有办法看到 跟这个完全一样的 因为它原本的生长地 并不在台湾 那但是这在实验室里面 长的样子 它有非常可爱的 白色的小花朵 有四个白色的花瓣 跟四个鳄片 然后里面有六个熊锐 跟一个雌锐 那这是它的花布的构造 那讲起阿拉伯戒 也许大家并不熟悉 但是我想讲起青花菜 白花菜 小白菜 那这些 餐桌上常见的蔬菜 也许大家就熟悉了 那这些蔬菜呢 跟阿拉伯戒 都是属于十字花科的植物 它们都是表兄弟姐妹 都在同一科里面 它们有很多 很类似的特征 包括它的基因的序列 基因在细胞核里面 排列的方式呢 都有它非常类似的地方 所以以这样子的阿拉伯戒 来当作一个研究的材料 事实上可以当作一个很好的跳板 对这些我们常见的一些蔬菜的品种 以及它的应用 或是未来可能的改造 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那利用这个阿拉伯戒来做研究 它有非常多的好处 比如说它生长的时间很短 它大概两三个月 就可以完成一个生命的周期 那它的植株很小 比较适合实验室里面栽培 那它也会产生很多的种子 那比较方便在实验室里面 做一些遗传学 或者是其他方面 一些细胞学啦 或者生物化学 分子生物学相关的研究 那这个是阿拉伯戒 你可以看到它 在我们的眼中 是可爱的小白花 然后呢 这是它的 从顶上往下看 有一个类似伦生的叶子的构造 这是阿拉伯戒 那也因为等一下 各位会可能会看到一些影片 是有关于植物的个体 就是说植物幼苗长什么样子 我相信大家可能跟我一样 在从国小就会开始 在一个小的盒子里面 铺卫生纸 然后老师就会叫我们回家 种绿豆啊 或者种红豆啊 那都是那个 以前我是我妈妈浇的水 然后我的报应就是 我的女儿的水是我浇的 所以我想大家都有经过这一段 那所以就能够理解 那我不知道大家 在那个时候除了浇水 或是看这个种子发芽的 这个过程进行观察 然后教老师的作业之外 是不是也曾经仔细地看过 这些植物到底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先来 简单复习一下 这个植物长什么样子 然后因为这个等一下会跟 会看到了一些影片 它植物长的样子有点关系 所以我们先花一点时间看一下 那在同时我也会稍微比较一下 动物跟植物 有些什么样子的差异 然后我想各位已经有点发现 我那个讲话很快 那我通常讲到 我觉得说很开心的事情的时候 就会讲的再更快一点点 所以这个大家就不要客气 提醒我放慢速度 或者是说在有需要的时候 就是有觉得说 我这样说我实在是 不知道你讲什么 就是说稍微举个手 提醒我一声 然后我们可以 这样也就是讨论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再继续 那这个是摩斯植物阿拉伯界 胚胎的发育 跟它最后会有的幼苗的一个形态 那植物这个是胚胎发育 在这种发育直动物跟植物一样 就是精子跟卵子结合了之后 就形成了一个胚胎 那这个胚胎里面 植物的胚胎就是在种子里面 那在种子里面 它就会开始做初步的发育 发育到什么呢 发育到有点像这样 可能比这个稍微大一点 那这个过程从这里开始 就是它下面有垂直一个尾巴 这个之后会退化掉 那上面呢 有一个像球状的构造 就会开始进行 就像切西瓜这样 就是说切一刀 从这边分裂 再分裂一次 就变成两倍的细胞 或者从这边切一次 再往那边分裂 就会再变成两倍的细胞 所以你就会看到它 像切关要横切 重切之后 你慢慢就会开始 长到越来越多的细胞 那这细胞慢慢 在长大的过程里面 就会开始分不同的部位 那不同的部位 以后会做不一样的事情 比如说这里有颜色 绿色的部分呢 以后就会长成 比较长这里的构造 那这里看到这里 大家可能开始有点熟悉 你看到有点小豆苗的样子 那这就是小豆苗的两颗子叶 就是第一对长出来的那个叶子 就是这两对子叶 那这个部分也许会变成 以后植物的筋 就是比如说 筋比较明显的例子 就是树的树干 那就是这个豆苗 是那个身体的部分 那下面这个部分呢 就是以后会长出根的地方 所以说这是一个 基本上就是一个小的植物的 药苗的缩影 在胚胎里面 在种子里面 它就长这样 那这个长大了之后 发芽了之后 根凸出来之后呢 这个筋部也会延长 然后子叶会开始往上停 然后会打开 所以说基本上就是 幼苗的心态 就是根 然后筋部 然后叶子 那中间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画红色的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所植物的 植物的动物很不一样 就是说 在胚胎里面 它就 它就长到这样 它就停了 然后等待 发芽之后 再做下一步的事情 那可是人就不一样 对不对 人在出生之前就长好了 是枝啊 脸啊 头啊 脚啊 长好了 可是植物没有 植物就长这样 所以说我们在 比如说一个荷花的种子里面 我们没有看到一颗小荷花 然后都已经长好各部形态的一个样子 它就长到这里 它就停止 然后等待的就是说 这个生长点 就是所谓的分生组织 或者是生长点的部位 这生长点的部位 就是所谓干细胞的位置 大家干细胞 这找我的吗 这个干细胞呢 就是之后受到环境的刺激 它长出来之后 它要做所有其他的根茎叶 新的叶子啊 以后要开花 或要结果时 或是要产生种子 都从这些干细胞来 所以它那时候还没有决定 它在种子的时候还没有决定好 是之后环境再告诉它 它什么时候要长 要长成什么样子 要长多多 所以说这也是跟动物 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好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 这个基本的形态 我们可以来看下一张 那下一张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阿阿博界的幼苗 它在光照下面生长的样子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是 一盆土 然后里面呢 会发出一棵小幼苗 那那个小幼苗呢 就有刚才我跟各位介绍到的 这个纸叶 还有这个金布的这个延长 好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在这个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在这里有一棵 可爱的小幼苗 突出这个图表 然后呢 这两个就是纸叶 这是金布 金布再延长 然后呢 纸叶在动来动去 开始找找看光在哪里 光在哪里 我要什么时候 我要把这个纸叶 称到哪里 称多大 上什么方向 等等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它 一直也慢慢 纸叶也慢慢在变大 然后呢 也开始慢慢变绿 所以说在这个时间 照到光之后 开始变绿的这个过程 就表示细胞里面的叶绿体开始发育 那叶绿体发育之后 有叶绿体之后 它就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那进行光合作用 它就可以开始制造淀粉 糖类 那开始执行它 当作一级生产者的一个角色 所以说那个是 阿拉伯街幼苗在光照下面发芽的状况 那 幼苗呢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小的子叶呢 看着光转来转去 那这个上我也觉得很有趣 这个就是一个向日葵的幼苗 那这些可怜的向日葵的幼苗呢 它为什么这么 像那个 那个五岁的小男生 就是抓不住这样 就是一直动来动去 是因为呢 这些可怜的向日葵的幼苗 生长在一个低光照的情况之下 它因为低光照 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 会不会跟我一样 有一些经验 就是我啦 就是我虽然研究植物 所以我唯一能够种的活的植物 就是我实验的材料 那 所以我常常把我的植物 放在比较阴暗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植物就会土长 所以土长就是它的进步 长得很快 那土长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它开始会支撑不住 它的长出来的叶子 它就会倒腹 那 那就是说在家里各位有一些植物 看起来长得跟花式不大一样 花式为什么这么小 你的这么大 那请给它多一点阳光 所以说这些植物呢 被因为放在比较低光照的情况之下 所以它头在探来探去 一直在找寻 到底哪里有多一点太阳 到底有多一点阳光可以去 但它除了在找的过程里面 大家也可以看到 它一直在长这个经部的构造 这是我刚刚讲的一个土长的过程 它的经部过度的延长 所以说头的胸当就头太重了 所以就没有办法复合 它就会开始倒下来 东倒西歪 所以这也是一个光照对植物很重要的一个例子 就是为什么 它需要找它 那接下来我们会讲到的就是 除了我们刚刚在低光照 然后看到种子萌芽的过程 那我想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让大家明白光线对植物的生长 它的重要性在哪 那这个最简单的比较就是 把种子放在黑暗里面发芽 跟放在光照里面发芽 然后看看 我们来看看它们的外表性的差别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有一点概念之后呢 我们再讲稍微多一点 然后一起怎么利用这个 那这个是向日葵的幼苗 在黑暗里面发芽 跟在光照里面发芽 在黑暗里面发芽 你就看它的头不大也要摆 反正它就是在黑暗里面 它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进步呢就不断的延长 那反观呢在 光照下面生长了这个向日葵的幼苗呢 你就会看到它 在这里它的叶片开始打开 它的下配轴的延长没有 就是进步的延长没有那么明显 那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子叶的部分 进入完全不打开 对不对 它就是这个两个子叶包在一起的地方 它就是有一个勾勾 下次大家到菜市场去看豆腰菜的时候 也许就会多看一下 它就会有一个勾勾 勾着 勾在那里 那勾在那里 它两个子叶也合在一起 而且在一起这是一个很 一个对植物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措施 就是大家记不记得 我刚刚讲的生长点植物的干细胞 也会长出所有的叶子 跟花果实种子的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包在两片子叶的中间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一个植物在黑暗里面 萌芽的时候 它要冲破这个土壤 这个限制的时候 要往上涨的时候 它一定不会想要 把它那么重要的干细胞 一直跟土壤摩擦 然后可能造成一些损坏 对不对 所以说很理想的方式 就是把它包在植叶里面 然后利用这个弯曲的这个细胞 顶住 金的细胞顶住 把它顶到它看到图表之后 看到阳光之后 它才会扶正 然后呢 两个子叶才会打开 那这是刚才我们在右边看到的 对不起 这一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 这个弯曲的地方打开了 子叶已经打开了 那这时候这个生长点的地方 事实上是在 这两片子叶的中间 这时候它接受光讯息 它知道我现在环境对了 我可以开始做 以后我这一生要做的事情 好 那我们看到了 阿拉伯介的幼苗或是 各式各样不同植物的幼苗 在光照跟黑暗里面生长的情况 那在 黑暗里面生长的时候 它就是有非常长的 这个下配周的勾造 然后有两个 有这个弯曲的这个hook 所谓的一个勾勾的地方 然后有两片子叶 也很小 也很黄 叶绿体也没有开始发育 还没有开始进行光合作用 那在光照下面生长的植物呢 你就 反过来讲 它就有比较短的进步 然后有打开的子叶 然后这中间 这个生长点的地方 也开始 知道我在对的地方 可以开始做 以后长叶子的事情 所以说基本上来讲呢 大概有两个 很重要的地方 一个就是所谓 下配周延长的速度 会趋缓在光照下面 所以它不用延长了那么多了 延长那么多 都只我们刚刚讲 都只有白海 那另外呢 就是这个子叶也会开展 叶绿体也开始发育 然后这个顶端分身组织 也开始有能力 制作新的叶子 那这个是最基本的 就是光照跟非光照下面 植物的一个发育的 一个不相同 那所以说我们之后呢 等一下我们会利用 很多这样子的概念 来研究 就是生物学家会想要知道 说好了 那我植物怎么知道光线来 我怎么知道我突出图表了 我怎么知道 我什么时候要做这些事情 所以说根据这个 对自然界的观察 知道这两个形态上的不同之后 这就可以当做一个基础 来让植物学家去研究 好 那我来比较看这两种的差异 差异在哪里是怎么产生的 那万一我没有长得这么好 我长得有点白白的 我长得有点 我职业不打开 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 那藉由去发掘这个问题 就能够了解植物到底是怎么样感受到 外界光的一个变化 好 那外界光的变化也很复杂 这是一个从紫外线到可见光的一个光谱 那紫外线大概是在300个nm或以下 那可见光大概是400到800左右 那从其中又可以分红成黄绿蓝电子 然后呢 就是蓝光在波长比较短的地方 然后再来是绿色 再是红色 再来是红光 所以它自然里面有这么多不一样的颜色的色光 而且早上跟下午还不一样 你正中午的时候跟你傍晚的时候 那光线的比例还不相同 所以说植物怎么知道我现在是几点了 所以我怎么知道是早上 那我还是说是傍晚 那我什么时间的光线是什么 我要做什么事 所以说呢 植物呢 接受了光线之后 它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那先跟各位介绍一下 植物能够做什么事情 那等一下再来跟各位介绍 植物为什么可以做这些事 在这里呢 光影响了植物的一生 其实我从念博士班开始 就是做光生物学的研究 搞不好光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那这个光影响植物医生 从哪里开始呢 从种子萌芽开始 所以说埋在图表里面太底层的 它接受到不到微弱光线 刺激它发芽的种子 常常也会有一些 发芽上面的一些困扰 那光线诱导植物的萌芽 那我们刚刚看了很多 照光跟不照光的时候 它的外部形态的差异 刚刚这个弯弯的这个 勾勾 就是在土壤里面的时候 保护这个顶端的粉身组织 那照了光之后 就有两个打开的子叶 那这个所谓的去白化的一个现象 那另外在自然界里面 事实上状况白白种 对不对 有时候呢 你会看到植物呢 生长在遮阴下 就是我这个植物 两个大哥跟一个小弟 长在中间 那这个小弟就说 好啦那 这下我接受不到足多的阳光 非常不利于我的生长 对不对 可是没关系 它可以感受到 它现在处于劣势 并不是因为它的兄弟呢 都长得很大 它感受到那个压迫感 而是它感受到在这个 两个大哥中间的这个 光的环境不大一样 就是光的品质不大相同 它这个光呢 远黄光比较多 好 所以这棵小弟植物呢 感受到远黄光比较多的情况 它就会告诉自己 要努力长大 就是这个进步的延长呢 就会比较快 那比较快的结果呢 它就会长得比它两个大哥快 对不对 那长得比它两个大哥快之后 它就有机会突出 这个所谓的遮蔽或是树冠层 它长得比较高 那方便它接受到光线 来进行光合作用 维持它自己的生长 那这个也是一个光 品质的一个感受 那等一下我们花一点点时间讲这个 那光的一些对植物的调控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明显 就是也是 出现我最近在读我女儿的 国中的生物学课本 我开始读到相关系 突然觉得好亲切 觉得以前有点过负老师 并没有那么深刻的体会 所以说我常常把我女儿做来 要医务要教学给她听 这样 她就是不见得永远都有兴趣 所以说其中一个 我从她课本里面看到的 就是相关系 那相关系就是 比如说光线从这边来 那我用到长长长 光来了我就追随光的脚步 追随光的方向 这是相关系 这主要是一个蓝光的反应 那另外呢 不仅植物会动 我们刚刚看到很多植物会动的一些影片 植物会动之外 其实细胞里面的东西也会动 那植物细胞 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植物细胞里面有叶绿体 对不对 叶绿体就是制作 光合作用 产生淀粉跟糖类的一个位置 在细胞里面所谓的一个包气的位置 那这个叶绿体呢 在每个细胞里面都有很多个 那这个叶绿体在细胞里面 事实上也会动来动去 那怎么动 用什么方向动 那也是根据光线来调控 那等一下我们花一点时间讲 那另外呢 植物细胞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构造 叫做气孔 就是像鼻子一样 就是每片叶子上面的叶背 它有很多气孔的构造 那这个气孔的构造主要就是它打开的时候 植物的叶片里面就跟外界有一个交换的管道 这个交换的管道可以让气体进来 也可以让气体出去 那进来的气体呢 就是二氧化碳 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植物固定二氧化碳产生糖类 那同时呢 也把在这个过程里面释放出来的氧气 释放到大气里面 供人类使用 那除了气体的交换之外 还有一些水蒸气的释放 比如说植物吸水 那吸得太多了 那它就是既有水蒸气的蒸发的方式 从气孔里面释放出来 那对水的循环来讲 这也很重要 比如说水 雨水落到土壤里面 然后流失 然后植物根部吸收起来 之后再经过叶子的气孔的 蒸散作用回到大气里面 这也完成了一个水的循环 所以气孔的开合 也受到光锁调控 那另外呢 等一下也会最后 也会花一点时间 跟各位介绍所谓的生物时钟 光线也控制了植物生物时钟 让植物知道 这开始也在烂掉 好 天亮了 好 那下午晚上8点 日落了 现在是要睡觉了 所以说也控制了植物的生物时钟 那这也连带地控制了一些 植物的开花的时间等等 一直到最后 开完花之后 一年生的植物 在这个时候 叶片就会开始进入老化的程序 所以说 从出生 Demination 就是发芽之后 到植物最后老化的过程 这个每一步都受到 光讯息的一个调控 那等一下希望有机会 跟大家介绍到其中 我认为比较典型特征的部分 好 那植物会看到这些 外在的光环境是怎么看到的 那其实经过数十年 科学家的研究 发现其实道理很简单 植物虽然没有我们看得到的眼睛 但是它有一些特殊的蛋白质 这些蛋白质在细胞里面 就充当植物的眼睛 可以看到外面光的环境的一些性质 比如说 我们刚刚讲到 从UV光到蓝光 绿光 红光 远红光等等 这分布在可见光的光谱里面 那紫外光的部分呢 就有一个蛋白质 叫做紫外光的受体 这个道理一直到去年才被发现 那紫外光的受体 那另外呢 蓝光的受体有包含所谓的 银花色素 Cryptochrome 或是向光素 Phototropic 那另外呢 还有红光源 红光的受体 叫做光明素 那我想这些名称 基本上它的意义 并没有那么大的 想对大部分来讲 就是它就是 我觉得需要了解的部分 就是它是一个色素 它是一个蛋白质 那通常这个蛋白质呢 都还加了一个 所谓的辅酶 或者是一些化合物 它会以 跟这个蛋白质 以供价件的方式 或是非供价件的方式 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那这些化合物呢 常常它本身有很多的 环状的构造 或是这个环上面 有很多的双剑 那这些特征呢 都让这些化合物 有很强的 吸光的这个特质 就像我们身上 穿的衣服 今天举个例子 不知道对 像在座身上 穿的一些有颜色的衣服 就像里面 有些特殊的化学的成分 能吸收一些特殊的光 所以呈现出来的颜色 是它的互补色 那这些蛋白质分子 也是一样 它因为有这些特殊的 构造 跟一些特殊的 一些间接的化合物 让它能够特别的 只接受到紫外光 或是只特别的接受到蓝光 或是红光 或是圆红光 那这些蛋白质 有一些像这样子的特性 等一下我们有机会 看到其中一个 但到底为什么 它可以看到红光 或是圆红光 那基本上植物呢 有这些色素在细胞里面 那它就可以利用说 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了 一个蓝的 一个蓝光跟两个红光 那植物就可以解读说 好 所以我现在的环境里面 原来是红光 比蓝光要来得多 所以利用这样子的方式 植物就可以判断 现在环境里面 到底红光的量是多少 蓝光的量是多少 以及它量的变化 还有相对之间的比例是什么 好 所以说也可以有绝对的感应 还可以有相对的感应 好 那在这里呢 要先举几个例子 就是说 植物如果万一 没有这些可以感应的眼睛 或是色素体的时候 就会造成一些色盲的 阿拉伯界植物 这个是我自己讲的 我想他们一定不愿意 承认是这样 那基本上呢 可是我觉得我这样讲 现在没有道理的 我讲讲看看 大家觉得怎么样 这是不同的植物生长 在黑暗里面 它们都长得很高很长 这个下配酒都会延长了很多 然后呢 职业都会 头都会弯弯的 好 那在这里看到 这是在蓝光 这一个 这些植物是生长在蓝光之下 那这是正常的植物 就是我们不要动什么手脚的时候 正常的植物就应该长这样 这样我想应该 大家应该很熟悉 你看很多个 好像就长这样 那如果说呢 我们动了一个手脚 把它接收蓝光的那个蛋白质破坏掉 就在植物里面跟人一样 植物里面有很多的基因 那我们知道哪一个基因是 专门做出那个蛋白质 去接收蓝光 把那个基因破坏掉之后呢 就会看到它 有看到蓝光 有看到哪有没有看到 就是 它长得就有点像 它在黑暗时候的样子 对不对 因为它就 觉得说蓝光来了 那另外你还可以对植物做一些处理 就是说 好了 我现在知道哪一个蓝光的接收器 一个蓝光的受体 是主要的成分 那我就让它在植物里面做很多 就是利用转植 就是基因改造的方式 让它在植物里面 做很多蓝光的受体 那这就会发生的状况就是 就是植物就太嗨了 对不对 它就看到了很多的蓝光 它就以为 它看到全天下的蓝光 所以它就长得非常的矮小 就是说这个延长的这个效果 就变得太过于显著 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那这个就是被我称植物的色 那这个就是太激动的 这是植物 那另外呢 我们刚刚讲到有个是 接收红光跟远红光的受体 叫做光明术 那你把它弄坏了之后呢 它在蓝光下面看起来 没什么问题 对不对 因为它本来就不是要看蓝光的嘛 所以说你把它弄坏了之后呢 它在蓝光下面看起来 OK没什么问题 可是这颗植物 如果你把它放到红光之下 它就不行了 所以它可以 这颗植物缺少了 看这红光的色素的时候 它在蓝光下面长得没有问题 因为蓝光可以控制植物的生长 我只要蓝光的受体在 我就OK 可是呢 我在红光之下 我只要这个基因坏掉 我就长得不对劲了 那相反的 我们刚刚讲 不管你把接收蓝光的东西 减少了很多 或者变得很多 它在红光下面看起来很正常 所以说有这些蛋白质的存在 让 有这些基因 跟这些基因的产物 蛋白质的存在 让这个植物的细胞 可以自由自在地 接收不一样的光线 那也由于我们 藉由这样的处理 你可以处理蓝光 或者是处理红光 来判断 你到底把它弄坏的 那个东西 它所主宰的细胞的反应是什么 所以说是蓝光的受体 跟红光的受体 那坏掉了之后就有色盲的 阿拉伯界 所以是看不到蓝光 跟看不到红光的 阿拉伯界植物 好 那接下来呢 我要跟各位花点时间 来介绍一下植物对红光的反应 那这些呢 我现在圈起来的这些 都是植物 照到红光之后会做的事情 它会喜欢发芽 它会喜欢直叶打开 然后下培走变短 它会感受到 这事实上是感受到 红光源 红光的比例 它会长得比较高 那它会有生物时钟 它会促进开花等等 那么花一点点时间来讲 为什么可以这样 还有怎么做到的 那这个就是复习一下 我们刚刚看到的 我想大家现在已经 应该已经非常熟悉 在黑暗跟在照光下面生长 有一个很典型的特征 就是下培走变短 直叶打开 对不对 那我要 我刚刚跟各位讲说 它有一些不一样光的受体 我们都知道它是怎么来 但是最一开始的时候 是怎么找到这些东西 就是说 我现在讲给你听 就是说 我吸取了 过去数十年研究的日月精华 我跟大家讲一个结论 可是最开始的时候是 生物学家或植物学家 是怎么找到这个东西的 那这就跟我们一开始观察的 这个外部的形态就很重要了 好 我们知道说正常的幼苗 应该在光照下面长这样 对不对 那我现在想要知道说 到底是哪一个细胞里面 哪一个基因在控制这个过程 所以我植物学家 可以做的一个方式 就是利用遗传的方式 来研究这个课题 那在这里为大家举的例子 就是说 好 我现在呢 我知道植物照光之后会长这样 那我也可以想象 如果植物缺少了这个感应 外在光环境的这个条件之后 一个基因坏掉之后 我的植物就可能会长这样 比如说我下胚子 就会长比较长 我没有办法缩短 或者是说 我的子叶就没有办法 发育良好的叶绿体 我就会变得比较黄 对不对 所以说我就 有这个这样的想法 在心中的时候呢 我就去开始对这些种子 做一些突变的处理 通常处理一些诱变剂 让它的基因能够产生一些突变 那基因产生突变到够严重的时候 这个基因就会被破坏 破坏了之后呢 比如说我们刚破坏了光明树 它就看不到红光 破坏了一些引花树 它就看不到蓝光等等 所以 所以处理完诱变剂之后呢 你可以把它的子带的植株呢 在光照下面生长 然后找寻那些 看起来长不大一样的 看起来长得特别高的 或是看起来特别黄的 那这些植物里面 可能就包含 由我们想要研究的 这个光受体的基因 受到了一些破坏跟突变 那去研究这些基因到底坏在什么地方 到底坏在细胞核的什么位置 什么基因坏掉 那这些可以经由一些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的方法 去找出来它到底坏在哪里 那找到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基本上跟大家讲一个简单的结论 就是这是白光 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正常的生长的情况 那在这里有看到两个光明树的突变株 一个是所谓的突变株光明树A 它就是在圆红光下面 它就是长得跟在黑暗下面一样 那另外一个是光明树B 它长在红光下面 看起来就是长得比在黑暗的时候还要长 所以它就一个看不到红光 一个看不到圆红光 所以就有这样的方式 去找出相对应的基因 到底是哪一个基因 做出哪一个蛋白质 在接受这些光线 那植物没有这些 颈植长得比较高 也不会死 可是事实上会 就是它会有一些很严重的影响 比如说呢 这个是正常的豌豆长 这样已经开始开花了 那如果豌豆没有光明树A的 这个基因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就是不停的长叶子 它也不会开花 它不会开花 我们就没有豆芽可以吃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影响很大 那另外呢 番茄正常的番茄 它已经开始变绿 然后等着要变红 然后就可以采收 那当这个正常的 当这个番茄的突变株 缺少光明树A跟B的时候 你看它土长得很厉害 而且它这个 这个色素体没有办法正常的发育 所以说又解除一些白番茄 可能在日本来讲是一个稀有的 受欢迎的品种 但是这个对产量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牺牲 所以说没有这些光明树存在的时候 的确 除了让植物长得比较高之外 还有很多后续的对产量上 对一些生长上的一些影响 那另外呢 也是一个很有趣 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实验 就是说我想了半天没有办法舍弃这件事情 决定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是一个最早的光生物学家 在研究光的发育的时候 一个很经典的实验 就是发芽还是不发芽的实验 这是一个蜡菊种子的实验 那它也是观察到自然界里面 就是好像有一些光线之间 有一些互相结康的现象 比如说这个蜡菊的种子 在黑暗的时候 它就发芽率很差 你看到白色涂出来 那个才是发芽 那照了红光之后 发芽发得很好 可是呢 这个顽皮的科学家 他照了红光之后 他又照了远红光 就追加远红光之后 就发现又不发芽了 好了 那当然就再追加一记红光 对不对 又发芽了 然后再照一个远红光 又不发芽了 所以这个 就是 很皮的那个科学家 可是这带来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发现 就表示说 在细胞里面有一个色素 或是有两个色素 在细胞里面 它会接收红光的讯息 也会接收远红光的讯息 那这两个东西 会互相解抗 那看你最后收到的讯息 是什么 或是开灯 关灯 开灯 开灯 那你就知道要开灯 那所以说 在这个红光跟远红光的处理 基本上就在告诉 这些蜡菊的种子 你现在是要发芽 还是不发芽 那看你最后收到的 那个讯号是什么 就是决定了 这个蜡菊种子 要做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光照处理 对种子生长跟发育的一个例子 那光明素本身是一个 非常漂亮的蛋白质 就是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 就是在研究这个光明素 这个色素 那这个色素呢 如果说你有办法 把它从细胞里面存化出来 放在水溶液 就是放在水里面的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蓝绿色的一个溶液 那看它是在吸收红光 还是在一个吸收红光的形式 还是吸收红光的形式 那颜色这个蓝绿色 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非常美丽的颜色 所以说有时候做研究工作 也是像我自己从事 分子生物学的研究 常常都在研究一些 看不到的东西 就是我们在试管里面 所做的一些实验 常常不知道在做什么 因为太小了 所以眼睛看不到 必须要借助一些 其他分析方法才可以看到 所以说能够有用心 看到一个蛋白质分子如此的 就是颜色上色泽如此的美丽 这是在研究工作上面 一个很大的挑剂 那接下来要跟各位讲 为什么会看到光线 并不是因为我在这里 这个是我博士班的老师 他叫做Clock Laguerre 是在加州大学的 大卫斯分校 那他是让 为什么光明书 可以看到光线这件事情 能够有一个学理上的解释 一个很重要的科学家 那这个是在故宫 就是我回来台湾工作之后 有一次他来台湾看我们 就像看他自己的小孩 有自己的新的玩具 有一个新的实验室的时候 来关心我们 那他的发现其实很简单 就是像我刚刚跟大家介绍 最后一个蛋白质 它如果连了一个色素分子 之后他就可以看到光线 那这个基因呢 大部分植物的基因 在细胞核里面制作 在细胞核里面 细胞核呢 就会经过一些分子生物学的过程 制造出蛋白质的分子 那这个蛋白质分子 本身并没有办法感光 他要感光 必须要接受到一些 他的所谓的一些 其他的化乎 跟他进行共架件的结合之后 那这整个共架件的结合 包含了这个色素体 本身跟蛋白质在一起 形成一个特殊的构造 这个构造才能够 吸很准的红光 跟很准的圆红光 那这个色素本身 是在叶律体里面制造的 所以刚刚Clock of Gales 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发现 就是决定出这个的结构 这个色素体 就是四个环状 上面有很多双间的这个结构 它是主要解除这个结构 那解除这个结构之后 也让我们了解到 为什么这个色素分子 本身可以看得到光线 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那这个是一个 吸收光谱的一个分析 那告诉我们 因为等一下还有一张 吸收光谱 所以我想要用这张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根图的横轴呢 是一个颇长 就是从300到800 我们刚刚讲 可见光大概从400到800左右 那这个纵轴呢 是一个吸光值 如果可以吸收 那个特殊波长的光 多一点呢 这个值 这个波形就高一点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它有吸收红光的部分 也有吸收圆红光 它大部分不会吸收 黄色或是绿色的光线 就是说这是一个色素 这是一个光的手体 加上色素体之后 它本身的一个性质 那刚刚我们会讲到 就是那个两个大哥 一个小弟的故事 就是长在遮阴下的时候 植物呢 在光照下 它是长得正常的 结尖的大小 叶片展开 可是它旁边 如果有很多兄弟姐妹 就是很多种子散布在一起 它一起萌芽的时候 它鼻子之间生长 就会开始产生一些竞争 跟一些对立 那这时候呢 我想很明显的就是 它会感受到 它的环境并不适合 并不像它长在 完全的日照下面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说我们不是植物 我们不知道它面临到什么 但是我们有一个机器 可以测量 到底现在的光谱 对植物来讲 到底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这条橘子色的线 就是在太阳光底下面的光谱 这横轴一样是坡长 这种轴呢 是这些不同的坡长的光 它的量到底有多少 所以在太阳光之下 你可以看到 大部分会是在蓝光以上 然后红光 远红光的部分很多 好 那那个大哥下面的小地 他感受到的是什么 是蓝色的 是绿色的这一条 绿色的这一条 你会发现在 绿叶印下面的植物 它感受到的坡形 跟在太阳光底下 有很大的不相同 其中最不相同的地方 就是它缺乏了 很多红光的部分 那这红光的部分 因为已经被上面的叶子吸收了 叶子是绿色嘛 所以它大部分吸收是它的 互补色光 是红色的光线 也拿来做光和作用 非常有效率的 一些坡长的光线 所以它在这里感受到的状况呢 就是太阳光下面 红光比远红光的比例 会大于1 所以大部分是红光 少部分是远红光 那在绿叶印下面 大部分是远红光 少部分是红光 所以它的比例就小于1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 细胞里面有一个光敏素的色素分子 它可以接受红光跟远红光 对不对 所以它可以接受红光跟远红光 它就可以侦测 这两个之间的比例 现在有什么变化 红光竟然是多少 远红光竟然是多少 我远红光变得这么多的时候 我没办法 我只好长快一点 那长快一点 我就有机会可以突出来 对不对 这就是侦测这个红光 跟远红光之间比例的一个用处 那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也叫做遮阴回避的一个反应 或是叫做Share Void Syndrome 那这一个遮阴回避反应 它常常会有一些负面 对植物来讲 会有一些负面的情况 因为植物长在那种情况之下 已经很不得已了 对不对 所以它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 然后让它自己能够长得比较快 它的代价是什么 它的代价常常就是 这个因为我延长得很长 它会提早开花 那或者你说这个植物提早开花 提早开花常常有很多缺点 因为我还没有楼基到足够的能量 所以我之后可能结的果实 也结的不好 我结的种子也结的不够多 我的植株不够强壮 那或者是对一些 比如说这个萝卜 这个也延长得很厉害 就是要感受到远红光比较多 延长很厉害 所以到最后它的产量也没有很好 所以说这个过度的遮蔽回避反应 可能对植物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但是呢 凡事总是很多事情 你看事情的观点会决定 你要怎么反应 所以说呢 有一个有趣的科学家呢 他叫做皮尔孙颂 他之前早点是在美国的 那不是沙大学 然后现在在冀州国立大学 是这一位 那这是有一次他到台湾 应该是在传艺中心制作了一查 那他对这件事情就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那我觉得也蛮有趣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利用了这一个 回避这一反应的这个效应呢 他想要去制作一个新的植物 那这个植物有一些很实用上面的 的考量 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说大家曾经家里有一块 可能在台北比较困难 如果说你有一块草皮 那你需要常常除草 那草皮都长很快 对不对 而且草皮有一个特征 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兄弟姐妹都长得很靠近 对不对 因为你的草皮够浓密 你旁边是不是草都要发得很密 那发得很密的时候 是不是我常常会觉得 我太密了 我要长快一点 我要长长一点 那你就不是要除草 又要除得更勤劳一点 那你就要施肥施得更多一点 它才能够长得绿油油 对不对 所以这个皮尔孙颂 他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他说如果植物是利用 侦测到远红光比较多 去让它长得比较快 有这些遮蔽效应的话 躲避遮蔽的效应的话 我就让它看不到 我就让它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 它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呢 比如说它有制作草皮 它有一个基因改造的草皮植物 它就可以让植物呢 感受 它虽然旁边长得很拥挤 可是它并不觉得 它感受到有那么多的 远红光的环境 那个这时候呢 我昨天打完字之后 我就发现我把它写成一个打油诗 就是它会生长比较慢 所以你不需要很勤劳地去出草 它生长比较慢 所以它颜色也会 因为长得慢 比较绿 因为它也没有一些 妨碍业绿体发育的一些行为 当然因为长得慢 所以你肥料也用得比较少 比较环保 所以说呢 就是凡是有两面 就是说看看 你知道了 所以说我觉得 当一个植物学校 最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 我了解了一个生物现象之后 真是有无穷广泛的 想象的空间 身边信手年来 你看看有什么样子的状况 是你可以应用 学到的知识 或是你观察到的现象 可以去改善你环境里面的 或是可能会对其他人 带来一些帮助 那这是一个 有趣的理智 所以应该已经在济州岛 已经开始在野外 开始进行栽种 那讲到黄光 我想也花一点时间 跟大家介绍一下 植物对蓝光的反应 那蓝光的反应呢 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幼苗的生长 相关性 叶绿体的移动 气孔的开壁等等 这些都是受到蓝光的反应 那先来看一下 一个蓝光反应的例子 就是中间呢 这些是一些玉米的 玉米生长出来的 这个应该是牙翘 叶片还没长出来 那中间点了一场日光灯 大家所有的牙翘 都对它产生崇拜 所以说这是很典型的相关性 那这张例子呢 只是一个放大的说明 这也是一个更经典的例子 所以这张图片 你会看到蓝光从 slice的右边进来 那你会看到这个玉米牙翔 长在一个小试管里面 这个玉米牙翔 它会像蓝光偏弯曲 这是相关性 非常典型的相关性 那在这里呢 除了我们刚刚看的是 一个单子叶玉米 那另外呢 还有一些双子叶植物 比如说像是香热葵 在这张你会看到的光线呢 会是从这边来 所以它长了这些白化的苗之后呢 光线蓝光从这边进来之后呢 就看到这些可爱的小幼苗呢 像左边弯曲 可以看到很多听众 也开始向左边弯曲 所以说像左边弯曲 那同时可能 有些也眼尖的也注意到 在这个弯曲的同时呢 它的这个职业也开始打开 也开始发育 也开始变绿 所以说不仅红光 蓝光也可以让植物 开始进行叶绿体的发育 那谁发现了这件事 或是谁找到那个答案 为什么植物会相关 那这个要跟各位 顺便介绍一下 所以今天也趁这个机会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心中非常惊讶的 几位科学家 他们在这些很有趣的 生物的现象里面 找到了答案的科学家 那这个人呢 叫做Winster Briggs 他是现在在史丹佛大学 他虽然年纪然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但十八十几岁 还非常的 致力于研究工作 非常的有活力 他有一次来台湾 自己买车票就去内湾了 就是我在台北干燥机 然后他就去内湾了 然后中间也 有办法到小店里面点菜 受到很热忱的款待 就是 非常非常 这是他的太太Barbara 这是有一次我们在 在三峡的 陶瓷博馆 他就是那个发现了 为什么会转 为什么会相关的那一个人 找到了那一个蛋白质 他是怎么找到 就是跟我们刚刚有介绍到 利用遗串的方法 把植物的种子 突变之后 然后呢 让他看到蓝光之后 也不转头了 找到了这个突变株 你看 就是这些正常的幼苗 蓝光过来了之后呢 他们弯曲的多厉害啊 可以设计一个 单一的蓝光的光束 所以他会乘一个几乎90度的转弯 那这些被突变的幼苗呢 筛选出来之后 这些是不转头 不为所动的 对蓝光不为所动的幼苗 那 Winsell Brex回去研究了 到底在这些 突变的幼苗里面 到底是哪一个基因 坏掉之后 找到了所谓 像光束 的这个蛋白质 就是负责 感受到蓝光来的方向 而且迎接它 好 那除了 像光束去让植物能够感受到光线 蓝光来的方向 蓝光的这个 波长 还有来的方向之外 那另外蓝光还控制一个 很重要的现象 就是所谓叶绿体的移动 叶绿体在细胞里面的移位 那叶绿体在细胞里面 就是说那么小 蓝光看不 就是说它在细胞里面 到底是怎么移动 还有这些移动的用意 跟目的是什么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也许大家就可以想象 这是一个细胞的 大概是 比如说你看着这个叶片 那上面当然细胞很小 你看不到 这是在纤维基下面放大的图 这一个区块 一个区块呢 就代表一个一个的细胞 那里面看到一个像馒头一样 一个一个包子一样的那个呢 汤圆 那就是叶绿体 所以说在每个植物细胞里面 它都有非常多的叶绿体 好几好几 有时候好几十个叶绿体 那也有一些 像有些绿藻细胞里面 只有一个很大 肥胖的叶绿体 所以说这叶绿体的种类 跟树木不大一样 那在这个植物里 这是浮屏的叶片细胞 你可以看到里面 有非常多的叶绿体 那这叶绿体在黑暗的时候 它就到处漂浮 自由自在的畅阳 在细胞质里面 那在微弱蓝光的时候呢 它其实比较容易浮上来 比较容易浮到这个叶的表面 那你可以想象叶绿体 如果是清醒光合作用 很重要的机构 它当然希望能够 尽量的接收光线嘛 对不对 如果光线来得很微弱的时候 我当然近期可能的 挤到前面去 然后可以接收光线 对不对 好了 可是当光线来的时候 光线是很强的 强到可以在细胞里面 形成一些自由基 破坏细胞里面 一些构造的时候 这时候它们就会躲了 就是叶绿体就开始说 好了 也许太多了 那我们派几个站到前面好了 其他我们就躲在后面休息一下 所以说呢 这些并不是这些细胞里面的 叶绿体比较少 而是这些细胞里面的叶绿体 事实上都排到 第一个叶绿体的后面去了 所以就 这叫做一个躲避的一个行为 就是当你光线来得太强 会造成危害的时候 就有一些躲避的行为 这是聚集的行为 这是躲避的行为 好 那谁找到这个 另外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也是觉得非常有趣的科学家 这个叫做 Masamitsu Wada Wada Sensei 她是在日本的九州大学 那这也是很丑巧的 是在英哥的陶瓷博物馆 这是她的太太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她做了一个实验 等一下各位会看到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里面有几个细胞 然后你会看到一个闪光 那个闪光呢 就是一个微弱的蓝光的光束 那这个光束很小 大概就比一个细胞小 所以它会看到一个蓝光的圆的光束 那你会看到这个光束之后 你会看到叶绿体 本来是散布在细胞的边缘 你就会看到叶绿体 慢慢地移动到这个光束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很多的细胞 然后呢 你看到刚刚有一闪的 那个不是眼花 真的 它有一个光束 你会看到叶绿体 就集中到这里来了 所以它有一个 accumulation response 就是它会像是 蓝光靠拢的一个现象 我们再一次 我们看到叶绿体 然后看到蓝光在这里 然后叶绿体就看 哦 蓝光来了 赶快 好 所以赶快聚集到这边来 所以说这是一个聚集的 现象 那同样的呢 如果看到的这个蓝光 是很强的蓝光 会发生什么事 就会避开 对 所以说很多细胞 就会开始躲到旁边去 所以说这是一些蓝光 根据抢肉 所以细胞里面可以增上说 好 现在我来的是几个光子 好 多的时候呢 我就闪开 那少的时候我就积极过来 所以懂得趋吉避凶 好 是蓝光的受体 那这个人在观众群里面 这是我的女儿 所以那这个是 刚刚同一个人 Wala Sensei 那这是为什么要突然秀 这张图片呢 事实上跟 我想花多多 花个一分钟介绍 这样我心目中 这些可爱的科学家 那科学家呢 他个性非常的 有活力 非常的有趣 他等一下我用几张slide来介绍 为什么他 他享受研究工作 如享受人生 那这张图片事实上 来源很有趣 就是有一次我们在 加州开一个 光生物学的会议 那其中与会的呢 都是著名的 或者是有 有所赚藏的 植物光生物学家 那我的女儿呢 她常常从小到大 就跟我四处争走 参加国际会议 没有人可以看她 那在这个会议里面 她一听说 啊这个是一个日本人 她就把她的MDS拿出来 因为所有的gain 都是日文嘛 就决定要 找这个日本老师 来帮她解读一下 这我相信也是 Wala先生 生平第一次玩 神奇宝贝的电动玩具 那这个有些 显然也很乐在其中 那这张照片 我自己很珍惜 因为这很真实地 反映了这个 光生物学家 他对人生的一个态度 对什么事情都 充满了 正面的看法跟享受 他什么新的事物 来到他身边 就有一个正面的能量 那他研究的材料呢 也很特殊 那一个材料是 他是一个很好的 细胞生物学家 他一个材料是铁线绝 那这铁线绝是一个绝类的植物 它有两个层面的世代 一个就是双背体的世代 一个是单背体的世代 就是染色体是单套跟双套的 就像我们人是46条 那单套就是23条 那这个单套的世代里面 它就有一个所谓是 新型的这个单套的状态 单套细胞子的这个 单套的时期 那这个时期呢 拿来做一些光生物学的反应 非常适合 的原因呢 是因为呢 它的形状很可爱 而且呢 它的细胞的层数很少 常常只有一到几层细胞而已 所以在显微镜下面 观察一些叶绿体的行为 非常的容易 所以说他就在这个 利用这个行为来看 这些叶绿体的一些分布 然后做一些细胞学 跟分子生物学的实验 那我接下来给各位看 这张slide呢 也充分反映出 它寓教于乐的一个行为 如果说大家还记得 我们刚刚看叶绿体的移动的时候 就是有所谓的趋劲 就是聚集 还有躲避的反应 对不对 那下一张slide呢 就是这个心状体 那它就去设计了一个图形 因为这是一个绝类植物 绝类的英文就是fern 就是FERN 然后就去设计了一个纸片 还是一个小的 一个通的这个 通透的光通透的一个模 那上面写的就是FERN 那在这个模的中间呢 所通透的是弱的蓝光 所以这些叶绿体呢 都聚集过来 那其他的这些地方 也是一个一个的细胞 可是它就照很强的蓝光 所以说呢 这些叶绿体呢 就都避到细胞的边缘去了 所以说很自然的 它就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让这个生物里面的一个心状体 就是一个绝类单背体的试带 呈现出他想要描绘的一个字 就是说也歌颂他研究的这个材料 就是一个绝类 这是一个 就是不是用Photoshop涂出来的 是经由他试验的一个设计 跟他了解 细胞里面叶绿体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进行什么样移动的行为 去设计完 然后呢 去设计出来 娱乐他自己也娱乐像我这样子的 非常能够感激他 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一个 植物学家 所以说这个是Wada先生 他还曾经用这个发芽的 这个 这个 绝类的一个细胞的 这个Photonema 去改变蓝光的方向 因为他就在蓝光走 他就会让那个拼出他的名字 Wada这样 所以是非常可爱的科学家 好 所以蓝光的部分呢 我想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所以蓝光呢 我们刚才有看到的就是 叶绿体的移动 强的蓝光来的时候呢 这个老大牌前面 其他的兄弟姐妹 小的落牌在后面 所以第一个呢 可能会被强烈蓝光 所受到了 强烈蓝光的伤害 这个叶绿体里面 可能产生自由基 它里面的模细系统 或蛋白质 可能会受到一些伤害 可是后面的这些叶绿体呢 都可以维持完好 但是呢 这些 蓝光来的时候 是比较弱的时候 或者是说 细胞里面 接受这个蓝光讯息的 两种蛋白质 或两种相光素 Phototropping 1跟2 产生破坏的时候呢 我就没有办法 接受它这些 强的蓝光的来源 所以说我还是 依然散布在细胞质里面 那这时候 对这些植物来讲 事实上是 不是生存最适合的方式 所以说植物 原本在野生型里面 就半好有这两个蛋白质 可以接受 环境里面 光的一些变化 一些强光的来源 那另外蓝光 今天没有机会 跟各位介绍到 跟气孔的开合有关 比如说光线来 气孔会打开 那光线 如果说在这两个 图片株里面 这个气孔 就没有办法 正常的开合 那没有办法 正常开合 事实上有很多缺点 比如说 它气体的交换 就不能正常 对不对 然后呢 水的循环 水蒸气的增扇 也会受到一些移植 所以说水的循环 也没有办法 完整 那另外呢 没有机会 跟大家讲到 可是我想大家 应该也能够想象的 就是 这个光的 蓝光的受体 还有另外一只 所谓的银花色素 那银花色素 主要是控制 这个金的延长余缝 就是 照光的时候 它就比较不会 延长那么多 所以说 在这张图里面呢 主要跟各位介绍 就是说 野生型里面呢 光线从侧面来的时候呢 它的相片株延长 也可以变短 它也可以向光 所以它可以同时 感受 因为有两个 不一样蓝光的受体 做不一样的事情 然后呢 当你向光树 坏掉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 判断方向 可是它缩短的 这件事情 它还感受得到 它还知道 它不要长太长 那相反的 如果说你 感受到光线长短 一只虾胚肘延长的 那两个 银花色素 坏掉的时候 它向光的这个部分 OK 它还是可以 向着光线的方向 它也可以感受到光线 可是它就没有办法 控制 它自己继续延长 所以说 从这个简单的图示 也告诉我们 植物感受到蓝光 主要有两群 蓝光的受体 一群在控制 金部的延长 一群在控制 感受的方向 好 那感受的方向 大概有分成 金部 感受的方向 金部移动的方向 还有在 这是比较聚观的 那比较微观的 在细胞里面 业绿体的移动的方向 好 那 想当然了 有一些反应是 蓝光跟红光 共同来调控的 那我只要花一点点时间 跟各位介绍一下 有几个现象 是 植物对红光跟蓝光 共同的反应 那 在这个部分 刚才我们已经看很多 是 藉由 光明素跟蓝光的 吸收的色素 控制下 Petro的延长 那接下来 我们会把大部分的时间 都放在另外两个共同 由蓝光跟红光 控制植物的反应 就是 生物时钟的建立 还有开花时间的调控 好 这个 所以要讲到 这个蓝光跟红光 之间共同的调控 或生物时钟 我们先讲到一个 一个现象 就是所谓的光周期 那这并不是在讲 那个学校里面 或是 中央研究院里面的 老师虐待学生的故事 所以说 这是在讲 主要 要看的是这两颗植物 那 这个只是人形的 这个尺标 告诉说 这个植物到底是长多大 但是从这个年龄来看 的确有可能是 师生之间的互相虐待关系 也是有可能 好 那 这个是一个 正常的烟草植物 它在夏天的时候 会开花 这里已经在顶部 这里已经开花 就看不清楚 这里已经开花了 那这是一个突变株 它换掉了一个感应时间 感应 日常的一个基因 换掉了之后呢 它就光长叶子 不开花 那对植物生长的周期来讲 主要分成成 营养时期 还有生殖时期 营养时期就是长叶子 那长到长 长到 好了 环境对了 所有一切的条件 都成熟了 那我要进入生殖时期 那就可以开始进入 开花的时期 那这颗烟草呢 它就是 有一颗年轻的心 没有办法进入生殖时期 那所以在即使环境 对这两个生长的情况一样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都已经到 文石的屋顶了 它还是光长叶子 所以那就 衍生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好 那我植物怎么知道 时间到了 怎么知道现在 对 那一般来讲呢 植物可以分成区分 不是每种植物都会 都会符合 我一下要讲的 这两个形态 那第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短日照植物 那短日照植物的 一直 就是 以这个名字来看 就是说 它希望 白天的时间稍微短一点 它才会开花 比如说在早春的时候 或是冬天 或是深秋的时候 日照时间比较短 它会开花 那假设这个是 一天24小时 就是 我们在大指导里面 运行一天是24小时 如果说我们还是 绕着太阳在转的话 我们一天是24小时 那一天24小时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黄色是白天的部分 灰色是晚上的部分 所以当你的日照时间 长于晚上时间的时候 这个植物就不开花 或者是说 你的日照时间 比晚上的时间短的时候 这是所谓 短日照的情况之下 这个植物就开花 那 大家就会想说 好 那我到底是 量白天还是量晚上 对不对 所以有个科学家 就做了一个实验 他就是把晚上 做一个光的闪光 可能是几分钟的闪光 那 我就打乱了 这个晚上的时程 我白天还是一样短 可是这个时候呢 植物不开花 所以说 如果说做这个实验 那让各位来决定说 那植物到底是感受 白天的长度还是晚上的长度 你会觉得它是感受什么 晚上 哇 很好 那个各位有兴趣要来我实验室 进行植物学研究过什么 因为实在是反应太迅速 好 所以说这是 增测到一个晚上的时间的长度 所以事实上它是喜欢 增测测量晚上的时间有多长 要有一个连续的晚上的长度 好 那相反的 长植照植物就是喜欢 白天比较长 好 那或者是晚上比较短 所以你看这个图 事实上也符合 就是长植照植物 白天很长 当然开花 白天时间低于一个临界点 它不开花 如果说你晚上在 照光的时间稍微再长一点 破坏掉它这个连续的 这个晚上的长度的时候 它也会认为它好像 有足够的太阳的时间 它也会开花 这长日照植物 那大部分 很多植物都会归类在这两者 那有些植物就是 对日照的长度比较不敏感 所以叫做重性的 Day neutral的植物 那也有一些是 所谓的坚信长日照植物 就是它喜欢在长日照 的时候早一点开花 但是如果你硬要让它生长 在短日照的情况之下 久了它也不得已也会开花 所以这植物有各式各样 不同的种类 但是主要可以 以概念上来讲 可以分成这两种 所以说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去测量说 我到底是测量日长 还是测量夜长 所以说这是一天24小时 那这是一个短日照的植物 所以说白天比较短 晚上比较长的时候 它开花 白天比较长 晚上比较短 不行 晚上照光了之后 看起来也是白天比较长 不开花 那这个顽皮的科学家又出现了 那我把它两个调一样好了 就是一天不要24小时好了 我调一个生长相 让它里面 一天是18个小时 或是16个小时 两个一样长 不行 那我白天也很长 晚上也很长好了 好可以 这就有开花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来告诉我们 它测量的是晚上的时间 好 那 我 就植物 测量这个时间 它怎么知道 这个时间在哪里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或是说我怎么知道 我已经几天 白天照多久的太阳了 就是我怎么算 我怎么算一天多长 一天白天多长 晚上多长 我能够看到光 这大家可以理解 看到就看到了 但是还要在测量 这个时间的时候 这听起来就有点困难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还记得 这个我们刚刚看的豌豆 正常的豌豆 它会开花 那豌豆缺少了光敏素 吸收红光源 红光的那一个色素体的时候 它就不开花了 好 所以说表示说 豌豆在这个情况下 没有办法测量 周期的一些变化 没有办法测量 光线给它的一个讯号 那这时候呢 就要讲到 光线进来 光线其实跟温度也会 光线跟温度都会 让植物能够 其实人也是 能够感受到 现在环境里面的变化 现在白天是多长 晚上是多长 一天24小时的 巡回的变化 那也可以训练植物 去建立一个细胞里面的 生物时钟 让我们可以 对不起 把我自己想象成阿拉伯介 让植物可以预期 明天早上 6点钟跟8点钟 是什么时候来 那就是一个 内建的生物时钟 我每天有一个习惯 我要在什么时间 要去做什么事情 所以这些生物时钟 有三个主要的 运作的元素 第一个就必须要有光进来 经过光受体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光明素 或者是银化色素 接收之后 接收之后 进来的讯号呢 就会帮助细胞里面的 生物时钟的建立 就是所谓一个 central oscillator 建立这个生物时钟 在运作之后 生物时钟一开始运作 它就可以测量 每天的白天是多少 晚上是多少 那建立了之后呢 它就可以告诉它 下游的一些生理反应 你说好了 你现在可以开花啦 你现在气孔可以打开啦 你现在可以做一些 运绿的生长等等 那这些运绿的生长 我们可以来看一些例子 好 那生物时钟呢 这个在去年的一个 联合报 我想摘录以下的这些 可能跟各位比较 切身相关 生物时钟植物 有动物也有 那动物的生物时钟呢 就可以解释 在不一样的时间 比如说半夜的时候 你可能开始想睡觉啦 肠胃蠕动变慢 那这时候可能 也比较容易有 危险性的一些疾病的产生 还有一些生理生化的反应 是什么等等 这是跟人比较 生物时钟比较相关 那植物对人 跟人相同也是 当然可能不会有些脑中风 我们刚刚讲到一些疾病 但是呢 也会有一些 生物时钟的产生 生物时钟呢 它的英文叫 siccadian rhythm 那这个是节律的意思 生物时钟又叫 概略韵律 那siccadian 这个是一个拉丁文的字首 就是siccadian 就是大约是一天的意思 所以说 以一天24小时的循环 那自然界里面 有很多循环 不是24小时 比如说潮汐 就不是 那有一些 这些循环 只要是一个循环 就是一个循环 那时间的长短不一定 但是 如果说搭配着 地球自转跟 地球自转的部分 对着太阳的话 就一天是24小时 生物时钟 非常广泛存在 各式各样的生物里面 从最简单的 蓝绿长 单细胞的蓝绿长 到比较高等的 真具类 比如说Neuruspora 到动物界 植物界 很多的生物都发现 有内在生物时钟的存在 那植物的生物时钟管什么 管很多 植物的生物时钟管 一些基因的表现 有些基因的表现 总是早上比较多 晚上比较少 或者一些傍晚比较多 早上比较少 那管细胞里面一些 离子的浓度的变化 管一些蛋白质 是不是要经过特殊的特化 或是管液滤体的移动 气孔的打开 或者下配轴的延长的速度 你看植物在那边长 好像它都是一样的速率 它事实上在清晨的时候 长得最快 所以在每天破晓的时候 植物的长 进步延长得最快 那或者是植物的一些移动 等一下各位有机会看到 一段小影片 那花的开合 当然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看到的那个千柳花 它的开合 以及开花时间的控制等等 这些都是生物时钟来管辖 那我想大家最熟知的例子 就是向日葵会向日 对不对 那这是一个向日葵的植物 它事实上 这是一个年轻的向日葵 这是向日葵的叶片 这边是东边 这边是西边 所以早上太阳进来之后 在正中午的时候 这个向日葵的叶片 展开向着太阳 开始进行光合作用等等 到了时间往下午过去 它开始变向西边 变向这个西边日落 然后晚上到来的时候 这个叶片开始下吹 那很神奇的 你等一下看到这边是东西 太阳要出来对不对 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 你看它的叶子都已经 准备好了 它知道 它知道太阳要从哪里出来了 它要get ready 它要准备好 太阳出来在那边 我晓得 所以生活时动的建立 让生物可以预期 环境未来的变化 只要它是周期变化的 我就可以经过 生活时动的建立 告诉植物 什么时候 你要提早准备好 我应该可以用这个例子 来告诉我 你要准备考试的事情 好 那这个就是 另外一个 我们常常有的误解 就是说向日葵 就是说它应该会追着太阳 对不对 可是我想 应该大家也可以想象 如果向日葵 长好了之后 那个头那么重 怎么还有办法 一点都往转来转去 所以说这个事 也太为难它了 所以事实上向日葵的叶片 追日的现象会存在 我是年轻的植物 特别的明显 但是成熟向日葵的这个花朵 产生葵瓜子的这个部分 它大概会向西边 好 好 那除了叶片追随着太阳 那另外生物时钟 还控制了很多植物的运动 比如说 在这个是一个 就是双子叶植物 它的叶片会随着 每天不同的时间 在进行叶片的摆动 可能晚上的时候 那个角度跟这个角度 夹角比较小 白天的时候就打开 接受阳光 晚上的时候就会垂下来 那生物时钟到底在细胞里面 怎么运作 我有几张slides 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 所以生物时钟有三个要件 第一个要件呢 就是要有一个振幅 就是说 生物时钟什么时候要最高 什么时候最低 那高跟低之间的差距是多少 就是振幅 就是差别是多少 有些生物时钟很缓 有些生物时钟很大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起来最高点在哪里 或者最低点在哪里 相对位置在哪里 这是所谓的face 那另外一个就是 一个周期的长度是多少 那对于大部分地球上的生物来讲 都差不多是24小时 因为长久的演化 跟随着我们环境一直同步 所以差不多是24个小时 但是跟随着生物来讲 它的时间其实不大相同 有的时候稍微长一点点 有的时候稍微短一点点 所以这个是三个要件 那我们刚才就是 我们刚才在讲说 这个图有三个要件 就是我们生物时钟的时候 常常画出这个波形 就好像是生坡 或者是弹簧坡 就会有一些波形 那这些波形是怎么产生的 我怎么 我要有这个波形 我才知道说 我生物时钟是怎么运作 我的顶点在哪里 我的低点在哪里 对不对 那如果横轴是时间的话 我才会知道 我这个顶点 要画在哪一个时间的哪一点 对不对 所以说常常就需要 有些数字化的测量 让生物学家 可以制造出这个波形 然后来赋予它一些意义 跟尝试解释它背后 所能够解释的一些生物的现象 比如说 像在这里就是 我们刚刚讲到一个叶片 可以上下摆动的那个图形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 跟水平的地方做一个夹角 就是测量那个角度 那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呢 就跟水平有一个不同的夹角 那测量了不同的 4小时的周期 测量了1 2 3 4 5 测量了6 7个周期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波形的产生 所以说这是一种方法 你可以测量一些生理的反应 比如说椰子的 跟水平的一个夹角 那或者呢 你也可以测量 基因的表现 那很多现在就是讲到 一些所有的生理的反应现象等等 事实上都是基因表现的一个结果 那所以说 如果我们要研究一个基因的表现 基因主要的结构 就是它有一个启动子 就是负责启动这个基因的表现 那这个启动子 常常会有很多蛋白质来调控它 来告诉它 你要做这个 你要做那个 你现在要表现 你要表现多少 或是你现在不要表现 所以这个启动子本身的行为呢 就代表了这个基因 可能在细胞里面表现的行为 可是它在那里 我们又看不到 对不对 所以常常 生物学家会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后面 接上一个报导基因 那这个报导基因 我们会知道 它的性质是什么 我们会知道 它喜欢吃什么食物 吃了什么食物之后 它就会吐出一个产物 那个产物可能会发出 一些生物的冷光 那只要会发光的 我们就可以做侦测 比如说像这个例子里面 加上启动子 然后我们就接上一个冷光 它就会在一个特殊的 冷光的照相机下面 它就可以看到 这个植物会发出光线 所以你可以想象出 这个基因 一下子有 一下子没有 一下子有 一下没有 那你在这个照相机下面 你用我们刚才那个 缩时摄影的方式去拍照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 一下亮 一下不亮 可以想象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 等一下你会看到一排植物 它就是有两个职业 跟有两个小的 整业 那用缩时摄影的方式 去看看这个报导 基因表现的结果 所以这是阿拉伯界的植株 这两个职业 这两个是整业 所以这个是连续拍摄了 三四天之后呢 再以快速播放的方式 来告诉大家 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方式 所以说你就可以根据 这是很多个影 很多个影像 聚集起来 因为根据不同的影像 去做定量 你就可以做出这个波形 这也是一个研究 受生物时钟所调控 基因表现的一个 常常利用到的一个工具 那生物时钟还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 它被训练完之后呢 它可以以同样的方式 就算你不再训练它了 你把这个环境制约的因素拿掉 比如说呢 我一开始给它白天黑暗 各十二个小时 训练了一个礼拜之后 我生物时钟建立得很强壮 这时候突然只给它光照的环境 不给它黑暗 或是只给它黑暗的环境 不给它光照 我这个生物时钟还会继续持续 但是政府会慢慢稍微变小一点 那这个我想跟大家 切身比较有关系 比如说飞到一个 不一样时区的国家 开始会有一些时差 这也是因为 我们在台湾被训练好了 我们就是习惯 这个时间是早上跟晚上 当你被放到一个不一样的时区的时候 你依然维持你内在的生物时钟的运作 好 那植物的基因会知道现在是几点钟 比如说在这个例子 我们现在已经很习惯看这个波形 那这个波形呢 有两个颜色 一个呢是红色 就是早上所表现的基因 就是早上 这个是早上 那有些是傍晚的基因 傍晚表现的特别高 当我们刚才有那个设计的时候 你就会找出哪些基因是早上特别多 哪些基因是晚上特别多 那为什么要这两种 有早上的基因跟晚上的基因 事实上是让生物 能够建立生物时钟 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原因是这样 比如说呢 这个是晚上 这个是白天 那我有早上的基因出来之后呢 是这两个 那这两个呢 它就是看不得别人 好 我变多的时候呢 我就要抑制傍晚的基因的出现 所以我只要在 我白天只要在 我就是主宰 我不让傍晚的基因出现 一直到我这个基因的启动值 开始变弱了 我这个基因的表现量变少了 我才能够失去对它的意志 这时候在这个威权下的 傍晚的基因终于能够表现 可是它 没有 不大会报复 它事实上会帮助早晨的基因表现 所以它帮助早晨的基因表现之后 又回过来意志它自己的表现 所以呢 这是在生物始终里面 常常看到的一种 所谓的负向回馈控制 就是一个上来 移植另外一个 一直到它没有办法 移植到它的时候 另外一个起来了 那另外一个起来之后呢 才又出使另外一个的产生 所以一正一反之间呢 就建立了一天24小时的循环 所以说生物始终里面 简单的一个基本的分子机制 那这样的分子机制 事实上广泛存在 各式各样的生物的系统里面 比如说在老鼠 在果蝇 在阿拉伯界植物里面 都有所谓这个一正一反的 这个回圈的构造 那这个回圈 可能只有一个回圈 或两个回圈 或五个回圈 或甚至更多的回圈 那它里面的组成成分 没有非常的相同 但是用到的概念都非常的类似 那也给各位做参考 好 那我想最后呢 我想时间也不早 我想用两张式来跟大家 summarize 这是我今天跟各位介绍的部分 就是植物怎么样看见光的环境 那光的环境呢 有有UV 一直到可见光里面的蓝光 红光跟圆红光 那植物呢 有不同的色素 可以接收到这些光的一些量 跟品质 就是现在进来的是什么光 环境里面是有什么样破产的光 彼此之间的比例是多少 我如果有这些色素 在接受这些光线 然后我也告诉别人说 我现在收到了多少 我们来比较一下 那比较这个结果就综合了 让植物可以解读 现在外在的光环境是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样的反应 那这些反应呢 就包括从种子萌芽 到小幼苗的生长 到躲避遮蔭 到一些相关 或者细胞里面叶绿体的移动 到最后开花的过程 或生物始终的建立等等 这些都是因为植物里面 有一些光的受替 它在经过一点串的生物反应之后 告诉植物 针对现在所身处的光的环境 能够做出最适切的调整跟生长 还有发育 那最后呢 用这张slice 跟谢谢大家 今天花这么长的时间坐在这里 也让我有机会 把我自己非常热爱的研究了课题 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那在自然界里面 我想处处 尤其是面对植物 常常会有非常多的惊喜 跟非常美丽的画面 那也希望各位呢 就是在今天晚上花这么长的时间在这里 那能够也和家平安 然后如果说等一下有什么问题 那我也很乐意跟大家 做进一步的讨论 谢谢各位 谢谢吴博士介绍了植物的世界 跟它受光的影响的一声 那我们开放 问问题的话 好 你按那个绿色的 OK 吴博士请问一下 不同的蔬菜 我们讲不同的蔬菜的科别 对于光的反应 比如说蓝光的反应的波长 或者蓝光的波长会一样吗 我再猜啦 就是说 可能会非常的接近 那这个可能会决定 如果说 如果说您还记得 刚才我们有一个西光的光谱的话 你会发现它新收的波长 事实上也有一定的范围 它也不是说只有在400或380 它可能是在350到420左右 所以可能看 您有兴趣的这个植物的种类里面 它的光的受体的结构是什么 所以说 但是我相信大概不会是 比如说 不会从350跳成450 大概会是在哪个range里面 也许在最尖端的pick会有点左右偏移而已 所以 不同颗应该会一样 我的想法是说 比如说感人菜 跟小同好 那我们可以控制它不同的波长 可以控制它不同的生长的速度吗 应该可以吧 对 事实上是有一些 我了解有一些做生长项 就是栽培式的人 它会 事实上会补一些不同的色光 来促进植物的生长 比如说补一些红光 或补一些蓝光 的确是有这样的状况 好 接 吴老师 谢谢你很精彩 很清楚 你刚刚有谈到就是光比较强 有一个躲避的反应 我们这边特别亚热带或热带地区 那个夏天日震当中的时候 阳光很强 UV指数 甚至对人都有害 所以我在想光躲避够吗 他们是不是有 可以不可以谈到 还有其他机制 如果就光量太强 或它能量太强的话 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其他机制 或是前面一排 叶利素一直死到后面去 对 更多可能也 牺牲不够 我想你的意思是这样 有的 植物事实上有一些其他的机制 比如说在高山上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叶片 它上面有很多绒毛 就叶片上毛毛的 它事实上是一个表皮的特化组织 那这些绒毛 因为它长的角度不一样 所以说UV来它会可以折射 所以它可以降低一些 这些高的能量 进来让植物 比如说温度变得太高 或产生很多的 能量太多 产生很多的自由基 所以这是一种 那或者是它会 比如说植物真的 你会看到有些下垂的 就叶片开始会往下垂 那它就不会跟 光线来的是指角 就是说它降低一点 接受的面积 那或者是说 你如果说气孔打得很开 它很容易在这么高温下面 它一直增散 它植物就会缺水 就会尾掉 所以它可能有些状况之下 它会把气孔关起来 让植物不会 在比较不友善的环境时期 很容易缺水 所以说植物其实 也就是植物蛮有趣 就是因为人可以健能气防 那植物就在那里 它就是要忍受风 垂直晒雨打 那今天天气好一点 明天天气不好一点 它都要忍受 所以它有各式各样的机制 可以去让它自己能够 Tough一点 能够忍受环境多一点 体内 你是说比如说 你说分子的层次 因为你刚才讲说 它也会产生自由基 我们知道这应该是会有害的 对对对 所以它也有一些 去除自由基的一些机制 就是那或者是说 像气孔的关闭本身等等 它也是需要经由一些分子的反应 比如说一些离子的通透要改变 然后一些植物荷尔蒙要参与在里面 它才会帮助气孔能够自由地关闭 那气孔就像一个肾脏型的细胞 一边比较厚一边比较薄 所以说水进来的时候 它就会撑开 那水出去的时候 它就会合起来 所以决定什么时候 水要进来 水要出去 那这个是跟细胞里面很多离子 比如说加离子 那或者是一些植物荷尔蒙像是里程酸的一个控制有关系 所以这的确都有一些分子生物学上面的学历可以说明 好 后面来一个同学 老师 谢谢您精彩的演讲 我想一下 这些您所介绍的是 关于有叶子的植物比较多 那这些反应 对光的这些受体 在多肉植物上面 是不是similar 多肉植物 比如说像仙人掌或是芦荟 对吗 对不起 我设定比较少 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科学上一些基础的研究 在这些多肉植物上面被冲使 可能有一个是在一些海边的一些多肉植物里面 有做一些比如说抗炎的研究 那光的受体的部分 我想想 光的受体本身可能比较少 但是一些光的一些形态变化 或是逆境的反应等等 倒是还蛮多的 好 那个要按绿的 刚才那个吴博士讲到光 白光 蓝光 红光 我有个很简单的 比较浮浅的问题 就是我们家里面 比如养的花 那如果我的灯泡 换成那个白的 或者换成红的 或者换成蓝的 对他们的影响 是不是有这个影响 对 你这问题事实上是非常的实际 我自己也遇到一样的状况 就是我在不管是长家里的植物 或者是长实验室的植物 实际上每个灯管 就是它都有它自己特殊的光谱 那大部分我们看到那种白色的 纯白色的那种 它常常红光的量就会稍微低一点点 那有些也会根据它使用的时间 而会有一点点 不同的波长的色光会有一点消退 所以说 我自己在实验室里面使用的时候 我会有时候如果说 有一些机器可以测量全光谱 或者是灯泡买来 是像菲利普 它常常就会 它实际上在网站上面 它就有一直跟它灯泡的 型号的一些光谱的数值 那如果说你发现它600 或者是400左右的 波段比较低的时候 那其实家里有一些灯泡 可以补一些红光 实际上会有帮助 那那个花的颜色 跟那个光源有没有关系 比如说红色的花 是不是就要用红光 或者蓝色的花 花紫色的花就要用蓝光 有这个说法吗 我会觉得应该没有 那可能它的不一样的颜色 是跟它细胞里面 有一些不一样的色属性 受不同的波长的光线 所造成的结果 所以说我想如果说 要有一个应该是 比如说健康的植物 它可能颜色会比较显眼 那能够让植物本身 能够长得比较好 也许它原本的颜色 就会呈现得很好 应该不需要特殊的光线来处理 好 后面 先后面带给你 爱那个绿色的 那个老师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我们实验室生长箱里面 有时候会有一根灯管 因为都是一根根日光灯管 那如果说有一根灯管坏掉 那对植物影响会有多大 会不会影响到它萌芽率之类的 好 我想您问到的就是说 如果说我一个生长箱里面 有的地方比较暗 有的地方比较亮 会不会有什么差别 那如果说你要研究是一个 跟光的反应 我们刚刚介绍到一些 很典型的光的反应 有相关的 比如说你要测量开花的时间 你要测量进步的生长等等 那我的建议就是说 会希望你能够尽量把 你要做实验的各个不同的 研究组跟对照组 能够放在比较一致的 光的亮度下面来做实验 那免得有一些 你会看到的一些外表性 可能是因为它的光线不足 或是光线太多所造成的 所以也许加根灯管吧 就是拔不过去 那因为老师我是 因为我都放在同一个盘子里面 所以我想它们应该是还好 只是说有的时候 我会发现我的某一些multon 它可能萌芽率就变差了 那我不晓得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会 事实上植物很 很多植物的萌芽 都很受到光线的调控 所以说如果你有观察 它这些现象事实上很好 搞不好是一个新的 在光的讯息传导的过程里面 有参与在里面 那你刚刚讲说放在同一个盘子里面 这当然是已经很好 已经很符合环境 能够统一的一个状况 那事实上有很简单 有些光的光度剂是可以测量光线的 是不是一样 还有它的营养价值 有没有差别 很抱歉 这个问题我可能没有办法回答你 韭菜跟韭王 就是可能一个是属于没有照光的白苗 然后一个是有照光的绿色的组织 那营养价值的部分真的很抱歉 可能也许跟喜好也有 每个人的喜好不同也有差异 谢谢 谢谢 好 后面的一位 吴老师你好 想请教一下 刚才看到那个影片 它那个叶绿体会向着光过去 那它是怎么移动过去的 谢谢 今天刚好有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机会可以修给你们看 事实上细胞里面 我们会觉得整个细胞里面的细胞质 好像是一个游泳池一样 然后很空旷 但是事实上细胞里面是像 我小时候的游泳池一样很急 就是因为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设施 所以其实游泳池里面都泡了很多人 那在细胞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构造 叫做细胞骨骼 所以说之前有一些研究师上是发现 细胞在叶绿体里面的移动 是由这些细胞骨骼来牵引 就是Acting Microfilament 它会牵引 它会包裹在这个叶绿体上面 然后利用这个聚合跟 Polymeration跟De-Polymeration的方式 有一个方向性的移动 所以说你如果能够标定 这些细胞骨骼的位置的话 你就会发现它缠绕在外面 然后把它拉过去 对不起 刚才说细胞 那个叶绿体会躲在其他叶绿体后面 那是谁把第一个推出去的 你说是谁愿意牺牲自己吗 还是说是谁 是谁决定那第一个 这个可能比较是命运 可能是它原来的位置在那里 然后有时候是 因为它也许也很想去后面 可是空间已经不容许了 不过这倒是可以 如果有办法追踪单科叶绿体的话 倒是可以看看是不是有比较勇敢 建议永违的业绿体 好 那位后面 吴老师你哦 那有仿生学的那个角落 目前人造植物的话 它可以做到跟真的植物一样 就是进行那个光耳作用吗 好谢谢 这个其实是很多人想要达成的目标 就是说我想 先不要讲植物可能稍微复杂一点 那可能从最小就是说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造成一个新的 就是一个人造的细胞 然后能够执行一个细胞的功能 那先到那里 才有办法到一个植物 就是说像在植物里面 也许我们刚看到这个路边野草 非常不起眼 可是它的基因组里面 有好几万个基因 那叶绿体里面 有好几千个蛋白质 需要共同的作用来构造 所以说如果您刚刚讲的 就是说从物到有的意思 就是说我怎么样建造 利用我现在在基因学 已经知道的知识 怎么样构筑一个完整的细胞 或是一个完整的植物的个体 那这当然大家很感兴趣 也许在生智能 就是说你希望能够 把叶绿体当作一个发电机 这样子专门来制造 我们需要的东西 那我想 看还有一段努力的空间 就是因为它所参与的 基因的数目 还有它的结构 我们目前并没有 非常充分的了解 所以还没有办法 独立的让一个叶绿体 独自在细胞里面生存 没有核的基因 因为现在大部分 叶绿体所 里面所有的蛋白质 大部分的基因 就是制造这些蛋白质的基因 大部分都已经送到细胞 经过内共生的过程 都已经进到细胞核里面 所以它需要细胞核的存在 业绿体才有办法正常的运作 所以可能有一段路要走 但是也是一个很多人 感兴趣的方向 夏北 温老师 非常谢谢你 非常精彩的演讲 谢谢 因为你们今天讲的都是光 好像从听你的那个 演讲来讲 好像光决定一切 OK 那我现在只是说 那温度是不是也有关 你说这个花 植物开不开花 那是不是温度也带你一点角色 谢谢 当然 当然 就是 尤其是今天 在座我刚刚看有一个常老师 他就是在我们农生中心 他是专门做温度 等一下我那个 没有办法回答 所以我就 请他吧 就是 对 我可以有一个 那温度的确是的 就是比如说 如果大家还记得 刚刚在雪地里面开发 那种很漂亮的 紫色小花 他实际上就是在 花瓣里面内外 感受温度都不一样 就是内部感受温度的时候 还会长大比较快 所以说花瓣会大开 所以说温度在环境里面是 控制植物生长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温度高跟低 温度高对植物来讲 是一种伤害 温度低对植物来讲 也是一种伤害 所以人是很温动 有一个range 就是让我们人觉得 比较舒适 对植物来讲也是一样 所以说环境里面 很抱歉我刚刚 因为我过度喜欢 热爱我自己的 研究工作 所以我就把它强调 成世界上唯一的 重要的因素 但是你讲的 exactly对 就是环境里面 不管是温度 然后其实温度跟光线 有很多时候会互相的 因为有时候照光的时候 植物的体温就变高了 所以说有时候 会连带着来 那温度也可以 白天的温度高 晚上的温度低 有时候你不需要 有光线的处理 只要一个高温一个低温 也能够造就 有时候生物始终的建立 所以温度的确对 植物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环境的因子 老师我想询问一下 就是那个 这些光瘦体蛋白质 它如果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现在气候一直在变迁嘛 那有可能 那个光照强度 也会一直在改变 那它会不会影响到 这些光瘦体的 这些基质 它的比例上 就随着 长期的变化 然后就改变了 这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想询问一下 就是 类似像兔斯子那种 专门寄生在别人身上的 这种植物 它身上有没有这种 光瘦体的蛋白质 你讲的第二个问题 也是我很想要知道的 就是说 广泛来讲 就是说 这些寄生植物 它到底有多少 是用人家的 多少是自己产生的 那 我自己是没有涉猎到 就是有没有研究过 兔斯子本身 它的光瘦体是自己的 还是别人的 那兔斯子本身 它其实有非常不完整的 叶绿体 对不对 所以说它其实 那也 它本身也 也没有很多 光形态的发育 所以我在想 也许它有一些 类似的基因 但不知道 是不是还是有功能的 但是这应该要看一下 我是没有读到 相关的报道 那你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在光环境的改变当中呢 是不是 植物这些光瘦体 也会做一些调整 来因应环境的变迁 那我想 现在在自然界里面 光瘦体的研究 已经给我们一些 就是一些想法 所以这是有可能的 比如说一些光瘦体 它在照光的时候 它的稳定度比较低 比如说光米素A 它在照光的时候 它的稳定度 它就蛋白质就是 很不耐照光 一照光它就会带去磁标 所以说也许 也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因应环境 比如说光强度高的时候 它就是光米素A的量 就会存在量 就会比较少 那藉由 这样也是一个方式 它不仅接受光线 也让光线控制 它自己在细胞里面的量 那控制的量之后 它能够接收的 自然也就比较少 所以利用这些 互相回馈的这些 调控机制 也可以让植物体里面 改变它自己 光瘦体的成分 组成跟种量 所以有机会可以达到 跟环境沟通的更密切 或是更delegate 好 最后一个问题 请来位天生 老师 让你请教一下 那个短日造植物跟长日造植物 一般是白天开发的植物 你请问夜间开发的植物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归类 昙花 昙花 对 昙花 昙老师 我 honestly不知道答案 但昙老师离我比较近 所以我可以查完答案之后 再告诉她 所以说今天如果还有一些 其他问题是我 我不晓得的 就是说 网络上应该可以找到一秒 如果说也顺便告诉我问题 然后我就会有机会 学回新的答案 昙老师 我找到之后告诉你 OK 我想是有差不多时间的关系 现在还有一点时间 我想有一个同学 可以继续私下请教吧 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 然后也谢谢大家 风雨之夜来捧场 然后希望大家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